早上十一点钟 欢迎收看电视整点新闻大展 我是陈自立 新闻开始来看到是新北市泰山区 在昨晚金船严重摊坊 网友在脸书分享说 要提醒大家路过的话一定要注意 因为大面积摊坊 不只造成了路面几乎消失 停在一旁轿车也被波及 被掉落在黄泥土当中的 这个坍塌泥石 导致车身严重受损 好在当时没有民众经过 因此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时间就要留陈希 最新消息就来看到是 凌晨十分在新北市石门 台二线上发生了行车纠纷 两方人马一共九个人 有七个是未成年 一四在马路上飙车互看不顺眼 其中一方持刀猛砍另一方 造成两个人双手跟脖子被砍伤送一 而详细纠纷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而再把镜头呢 转到了彰化路港这边 昨晚也非常不平静 在凌晨三点多 一名二十九岁男子进 手拿水泥块 风杂停在国中后门的 整排八辆车车窗 警方货报道场发现 男子全身赤裸 情绪激动 还做事要攻击警察 时间叫林佳莹 还有机械社停车位 突然故障 导致哪一辆休旅车 下降到一半 就卡在狭窄的车道当中 车主最后是在 消防原因导致下才从后车厢爬出来 脱困 时间叫张可伦 三支焦点 郭柯王三人 原本今天要在桃园巨蛋 来一个合体同框 但是呢 已经确定破局收场 因为今天早上八点钟 只有市长柯文哲一人准时出席活动 时间叫蔡宇茨 反送中抗争持续延烧 今天下午两点 主办方明镇预计在维员发起抗争 规模最大的818集会 虽然现场只能容纳10万人 但是呢 他号召了300万人 认为到时候现场会有百万参与者 因此主办单位也采取流水式的集会方式 时间叫蔡博君 而香港反送中抗争活动持续发酵 现在中共其实也动作频频 像是呢 有武警至少上万人 就在呢 深圳集结 武警之前也曾经在六四天安门事件 协助出动来镇压 也因此呢 官媒就报道了 以现在的情况来分析 中共呢 不排除会有武警进入香港 甚至呢 还派出了公安 混入港警及示威者 试图作乱 大家好 整点新闻我是陈自立 来关心是桃园警方 日常在街头呢 这个蓝查一辆白色轿车 但对方不愿停车 甚至呢 在路口跨越双黄线超车 差点撞上对象车道公车 因此上演了警民追逐 时间就来再一次 而再来这个驾驶行为也相当危险 来看看的是哦 有重机骑士呢 在环东大道上 近看到对象车道上的轿车 直接横跨到自己行驶车道 时间叫红时期 好 另外来看到是总统蔡英文 上午到桃园中立的词汇堂参拜 那么针对呢 高雄市长韩国瑜 指控国家机器监控他 蔡英文笑说 国家机器很忙 不会做这些事情 日记消息 香港反送中议题持续延烧 甚至连澳洲这边都看到了 受到影响的情况 因为最近呢 亚裔移民跟留学生就分成了亲中派跟亲港派 在欧洲展开了各自的集会跟游行活动 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零星的冲突状况 而香港情势国际非常关注 欧盟跟加拿大有两位外长发布联合声明 就针对香港来发表谈话 声明当中谈到过去两个月 香港民众集会游行 出现不能接受的暴力事件 还存在暴力升级等风险 强调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克制跟拒绝暴力 还要进行对话 声明还强调必须要维护香港 和平集会等自由 以及一国两制框架上的香港高度自治 而另外来看到是曾经参加 中国有嘻哈的中国歌手徐珍珍 原本在台湾开唱 但是呢现在突然宣布演唱会取消 他自称是主办单位要求他删除 支持港警的网络贴文 双方瞧不拢因此取消演唱会 但主办单位强调这是维安考量 只是消息公开之后 就有网友酸徐珍珍 似乎是刻意在炒作新闻 而再来看到是南韩演艺圈 有明星夫妻党 金传婚姻破裂 这是曾经出演 韩版流星花园的山菜女星聚会善 在一句自曝跟老公安仔贤 正在离婚协议 说对方声称陷入倦怠词而变心 自己其实是想守住家庭的 而且女方还曝光了私下的对话记录 可以看到南方发言非常的狠 还表示再见没有意义 形同彻底撕破裂 因应数位时代来临 电信业者推出了数位阅读 获得不少回想 为了让孩子有更多创造力 连续七年举办了创意说故事 绘本数位大赛 让孩子发挥创意 用有趣方式呈现绘本故事 回到节点前我是陈自立 来看到是有民众开车 倒车时碰撞了后方车辆 竟直接造势逃逸 时间在谭可梦 再来看到是这对鸳鸯大道 也很夸张 竟然用吸铁狂吸娃娃机 短短三分钟就吸出了多样商品 时间在扬名 原来消息 周董周杰伦 不只爱晒恩爱 也喜欢晒宝贝儿子Romeo的照片 这一次在IG PO出两人合照 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很酷 体育消息 中华队参加U19世界杯女蕾赛 在延长赛当中 以3比2击败中国队 但场外却为旗帜 争议时比赛一度暂停 时间就要留学 外国人爱喝台式蒸奶 但事实上台式炸鸡 这一回也红到国外去 而台湾猪肉也值得表扬 因为历经了口提议 重创之后 经过多年努力 终于顺利拔针 明年渴望重启猪肉外销市场 而且台湾防堵了非洲猪瘟 也非常成功 所以农委会昨天就举办了一场 猪肉一级棒的推销活动 也看到了隔魁苏贞昌 率领14个部会首长 向努力付出的养住户 鞠躬鞠鞠 而张小姐就要到了 改名后的彰化之名 蛋黄酥名店博尔家 现在变成博尔房 韬客依旧捧场 甚至看到排队人潮 依旧相当汹涌 而且20颗蛋黄酥的 代购转手价 已经喊到了1500 另外来看到 是明年报税有机会再省一些 因为基本生活费要调高了 时间在往远泽 因为7月底之前 没有办法求足营运资金 所以看到南融科大被教育部勒令 从108学年第二学期开始要停办 教育部昨天到校举办说明会 场面一度火爆 时间就要有顾家智人 而新北市汐止北风公园这边 竟然出现一名酒醉男子 对着到公园玩得小朋友出脚狂踹 造成小朋友左膝部跟头部有多处的擦挫伤 男子在犯案之后随即逃离 警方已经带到人 而今天早上6点多 在北市重庆北路跟市民大道的交叉口 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当时是有支行机车 撞上左转的休旅车 导致骑士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一不至 时间就要讲光辉 马路如虎口真的要万事小心 因为屏东万丹乡这边 也在一处没有交通耗制的路口 发生了轿车跟机车 因为没有减速 就直接在路口高速相撞的悲剧 时间就要讲可伦